祖國必須統一 也必然統一 這是七十載兩岸關係發展歷程的歷史定論 今年初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 在告台灣同胞書40週年紀念會上 再次宣示中國統一台灣的決心 蘋果調查以往兩岸關係敏感 中國長展示武力表達統一決心 如今中國決心依舊沒變 不過威脅早已從武力轉為收買 無聲的統戰早已滲透全台 大陸會台31條全稱 關於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中國去年發布會台31項政策 強調台灣人與中國人享有相同待遇 又會涵蓋影視、文化、醫療、教育、就業、用地、財稅 兩岸交流全面轉往民間 96年飛彈危機的時候他是用軍事威脅 武嚇他發現武嚇非常不好用 所以他開始用買收買的方式 早期的對台商 下一個階段他已經發現買台灣 還不如騙台灣又更省更便宜 透過宣傳透過在地協力者 宣揚成崛起的強權 兩岸同胞希望夫歸統一國家的願望從未改變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再次傳達了中國總書記 習近平的統戰決心 今年六月舉行的海峽論壇 表面上是民間對話 但與會的中國官員全部任職統戰系統 除此之外也有不少台灣政治人物受邀參加 其中金門縣長楊振武更上台致詞 因為目前雙邊已經實質通水 用兩滴的水兩層的金門高粱酒 用兩岸的水種出的金門一條根 那不就是兩岸共飲一壺酒 兩岸同是一條根嗎 金門縣長楊振武的兩岸談話 讓台下政協主席汪洋也鼓掌較好 為期一週的海峽論壇 包含青年 中青 公益 體育 經濟 文化等民間交流 幾乎涵蓋各種行業 然而陸委會卻只能在網站上喊話 海峽論壇是統戰大會 中國滲透早已鋪天蓋地而來 台灣是現在中國這個統戰 或是這種滲透的重宅區 到底規模有多大 坦白說不曉得 我想可能連包括專責的陸委會 或甚至國安單位 都不敢有充分的把握說 已經去掌握規模有多大 數字有多少 最嚴重的狀況不是範圍有多大 而是你連範圍有多大都不知道 這個是最嚴重的 對 全國台聯舉辦的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 不僅吸引超過1300名台灣學生參加 開營儀式還出現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譚天欣 以及國台辦副主任龍明彪站台 旅程中不斷暗示學生中國有多進步 吸引學生對中國認同 連乞丐跟你要錢都可以拿個二維碼 說這個時代不是你以前是沒辦法想像的 這個這個的變化我覺得只有在這個地方 讓我感覺得到它是一直中國在發展 受邀向學生分享中國工作經驗的講者 背後正是會台三十一項政策的支持 這裡是機遇的天堂 是充滿創意與激情的魅力之都 是一座沉澱了千年歷史的意運工程 平潭 2011年中國號稱將投入2500億人民幣 建設福建平潭島 為了一探究竟 蘋果直擊平潭島台灣創業園區 雖然登記300家公司 但大多僅為了領取補助 業者從台灣帶團 就能向當地政府領取三到五千人民幣 更有商家利用平潭對台 一天六千人民幣的免稅優惠 不斷將商品從平潭島運進中國本地 中國政府卻還不斷請台灣人站台 從無到有 他必然是每一年都越來越進步 每一年的範圍越來越廣 所以我每次來就是來體會一下 經濟上不斷讓台灣人為中國背書 文化上也是如此 血緣與文化是人心的根 社會的根 而兩岸之間更必須以血緣文化的傳承 作為進一步化解分歧 邁向和平的基礎 兩岸一家親更是從血脈出發 號召台灣人回鄉祭祖 順勢在宗教上進行統戰 媽祖皇后機構和華人組織 舉辦了豐富多彩的台外媽祖皇后 宗教上打著媽祖旗幟的中華媽祖協會 會長也是承認全國政協副主席的統戰官員張克輝 中國滲透全台早已超乎想像 因為多遠會認為說 你其他國家的聲音進來那又怎樣 但是當別人的目的是要破壞你的民主的時候 然後要併吞的時候 那就已經是國家安全跟社會安全的事情 國家跟社會安全我們總不能什麼事都不做 為反制中國滲透 由政黨提出修正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外 也推出外國代理人登記制 相關修法被質疑壓迫言論自由 目前尚未有任何進展 但中國早已開始對台灣進行全面的無聲統戰